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群日本妇女摘了百千只紫殼 用来送给医院和沙士搏斗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为他们祝福 今日日本遇到地震海啸核辐射泄漏三重打击 灾区中缺粮亦缺清水 收容所里面数以万计的灾民 前路茫茫 假如我是其中的灾民 怎么办呢 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民主派在皇后像广场举行了一个 为日本打气的烛光晚会 无论香港人 日本人 我们最首一堂是为日本唱歌截止学祈祷 祈祷 场面感人 香港有一个灾后心理辅导协会 他们一共二十五个人 今个月中连同五十万商饮品 去带到灾区 亦提供心理辅导 有一位香港人他去了日本 本来以为他失踪了 原来不是 他是留在当地灾区做义工 在收容所里帮人煮食 香港人抢购奶粉 但有一间自称为蚊营公司天液堂的老板 他本来是订了奶粉来香港 他非但不发灾难财 而且决定把这批奶粉送到灾区 不但没有收回他的货款 亦是无限期押后收货 他公开命借太太和员工 他们支持他做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 商台左右大局的节目主持人 亦呼吁维他奶捐了二万瓶蒸馏水 是由热心人带到灾区 日本灾后中国的拯救队马上赶到去灾场 其实零八年文川大地震后 日本何尚不是第一时间去到灾场 在屯门拜雅之中去拯救生命 两个国家经常遇到灾难 所以是心痛感受 今次核事故给人的教训就是说 一旦发生洩漏 其实其他国家很难置身事外 据问 明年十二月 是会世界末日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很多时候天灾或天意 是非常难预料的 我们只要想假如其中的灾民是自己 其他人的帮助和支援 是令到我们可以继续生存的最大的鼓励 感谢开明镜